内地载体机场非开创者 深圳航空商务舱 VS Skytrax榜首新加坡航空 超级经济舱 到底谁更胜一筹 欢迎收看VAT非旅报告 游温州前往新加坡 过完春节又到了背井离乡 回破打工的时候 深航商务舱的服务 从家门口的豪华车送机开始 一路直达温州龙湾机场T2航站楼 此时已是农历正月十四 返工的旅客少了些许 深圳航空等国航系航空的 直机柜台位于CD倒台 两舱和高卡旅客直机区位于最右侧 过完安检右转 即可到达头等舱二号休息室 休息室内提供了足量的零食 以及茶水饮料 正值饭点还提供了少量热食 简单吃过一点后就准备登机了 今日搭乘深圳航空CH8956航班 由温州前往深圳 登机口224 登机后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款夹薄的商务舱座椅 侧边扶手内处藏有小桌板 而中央扶手下方放置了毛毯 救生衣存放在中央扶手的前侧下方 深行的商务舱座椅提供了靠背 腿拖和脚拖的调节 娱乐系统仅限头顶电视 本机不配备机上WiFi 入座后空城会拆开拖鞋 并送来欢迎饮品和毛巾 登机时 空城还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位旅客 对于客舱卫生的顾虑 及时帮助清洁 并送上了一些清洁湿巾 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 准备起飞 平飞后空城搬上了今日简餐 水果和三明治 水果的品控很不错 非常新鲜而且很甜 用餐完成后还有少许时间 可以躺平休息一下 由于航程较短 没多久飞机就准备进进了 此时空城还需打开阅读灯 完成一些纸质工作 但突然他意识到 其中一盏灯可能会影响 第一排的旅客休息 于是又赶紧关上了那一盏 美食文先生 飞机已经迪到 命迪的机场 在滑行期间 安全带信号灯上映灭 请不要借通安全带 下机时请站航的全副手续 一起确认在您前方座的口中 没有电源不能够 飞机停用后 请小心开启行李家 引领行李华物 任何时候自然体贴 是深航的服务宗旨 虽然这次空中服务时间很短 但这次旅途中 空城对于旅客需求的敏锐度 以及在旅客睡着之后的细节关怀 让我在听到这句口号时 有了具象的画面 以及深切的认同感 加以商务舱躺飞的卖点 让深航在国内 一众千篇一律的 窄体机商务舱产品中 脱颖而出 接下来让我们去往香港 来看看新加坡航空 超级经济舱体验如何吧 今日搭乘SQ893 由香港前往新加坡 机型A380 九福SKU 机领约为七年 23号闸口 基本是新航A380的御用登机口 新航A380的超级经济舱 位于一层最前舱 2-4-2布局 经济舱则为343布局 与深航商务舱座椅类似 新航超经同样配有腿托和脚托 座位上配备了可调节头枕 阅读灯 降噪耳机 毛毯和枕头 娱乐系统方面提供个人娱乐系统和免费WiFi 屏幕下方有USB-A接口 座椅侧边是遥控器 以及靠背和腿托的调节按钮 还有一个细长的储物栏 前方中央扶手下方是两个小的储物空间 而救生衣存储在中央扶手的前下方 在那儿你也可以找到电源插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苏职与 HU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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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静静时正至傍晚 夕阳晕染出如画般的天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开头的问题 在同一航线相近价格的前提下 选择窄体级大板凳商务舱 还是新航的超级经纪舱 取决于你的需求 如果侧重在地面服务 那么选择大板凳 如果侧重在飞行体验和舒适度 选择新航超级经纪舱 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